近日,喜羊羊挂在胸前的铃铛不翼而飞 这其中有的是什么样的隐情 又究竟是何人所为呢 现在就跟随羊毛走进这个新的故事 我的铃铛不见了 啊?我的铃铛呢?我的铃铛不见了 不行,这可是重要的礼物 我一定要找到我的铃铛 正好今天是周六,现在就去找吧 先来一瓶番茄酱 毕竟要吃早餐的嘛 怎么用,当然是用来挤啊 但作为一个特殊道具 这玩意儿最好不要在家里挤 好的,不挤就不挤 挤了会喷一屋子是不 什么,居然被你看破了 不简单啊 再来看看喜羊羊家的秘铛 上去了 喜羊羊本羊都进了 这个地方居然有个阁楼 虽然这个阁楼空间很大 但只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是一张卡片 用途不明 行了,屋子差不多就这样了 出门看看吧 哎呀,真别说 这地方见到的还是可以了呀 苗玉花香的 去邻居家看看吧 这货干啥呢 我呀,虽然看起来是在不停的走路 但其实我的脚下有一个跑步机的 不信,你过来看看 看毛线啊,都被你挡了 来吧,没事的 你可以从我这里踩过去 咋的啊,要碰瓷啊 今天没带钱 你就站着和我聊好了 这个也能进去 哟,这悠扬的情声 人类听到你的鲜鲜欲指 在琴剑上舞动出的音符 我整只羊都陶醉了 哟,这高潮的意义 背后连弹 高手,这是高手啊 随便看看,别介意啊 这床不错呀 夏浅,你怎么能随便上女孩子的床呢 说的也是 不过,姑娘 这个房子有个很大的漏洞 什么 这里完全没有卫生间啊 上厕所怎么办啊 给我爬 果然人类不能很好地理解我的语言 居然被赶出来了 新的存落 都锁着门 等等 为什么美洋洋家锁门让你很不开心呢 没记错的话 这边是学校吧 去看看 要不要伸手到井里 我真是个天才 这都能发现到 我伸 那你 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多深入 还有这掌声是什么鬼 算你狠 这边的 作者你可长点心吧 这盆泉一半都在飞啊 加入番茄酱 OK 虽然作者没有做地下室部分吧 但这边有个隐藏的如此精妙的入口 已经很不容易了 给你点赞 换个入口看看 操场装修种 看来只能走这边了 又是个景 我不去 现在去了毫无意义 行 你是大哥你说了算 前进吧 这天黑的也太 作者呢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你 呱呱 真是败了 回去睡觉吧 总算到家了 可累坏我了 哎哟 好好的周六就这样过去了 明天就要上学了 谁会没事跑来偷我的铃铛呢 想想也就灰太狼了 可是这也挺奇怪啊 他都能偷走铃铛了 怎么不直接偷我呢 哦 我知道了 他在想用铃铛引诱我 然后这样那样的 我就下锅了 嗯我就说嘛 这个窗户是正对狼宝的 这段时间没事就看到灰太狼在那赏笑 哼哼 我会那么轻易上钩吗 油灯带上 这个是当年阳村大崩坏的时候 红太狼放在这儿的 死灯一煮 如红太狼亲临 走咯 上西天咯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杨默君 关注我 去发现那种好玩有趣的游戏